歡迎回來第二節老領3D 應該說剛才那節就講講越講越灰 怎樣也好,我們的來信環節都會繼續去經營 大家有什麼記住要去投稿給我們 不過也有跟早一段時間 應該說在我們這集節目之前投稿的所有聽眾說 我真不好意思,投稿無論是超級,還是老領那邊 還是普通來信環節那邊 也有若干的來信是摘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段時間 可能有時候看起來都未必可以開個環節來讀信 也有若干時間,因為我們有其他 大家知道前陣子我弄些什麼,弄到嘔 變成那些信有若干我之前都沒有弄起來 所以在今天之前一次過我弄你了 辛苦答案了 那先不好意思,跟各位聽眾說 有部分的來信都真的集了一段時間 不好意思各位 不過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讀來信先 我們首先讀第一封來信 這封來信就說了 各位主持大家好,我叫阿姨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在酒店工作的經歷 她在酒店工作是做訂房的 她的上司和同事都是女人 剛剛入職的時候,本來想著可以好好相處 但在她入職的一個月之後,問題就出現了 我發現我做事,我的上司一定會罵我 這個理所當然 問題是,她是在我身邊聽到我錯都不幫我 之後馬後炮就說我做錯 所以有個感覺是,分明是一個局想趕我走 因為當我另外一位同事做錯同一件事 所以上司會立即幫她解圍 就說這件事已經不止一次了 她回到第二個月的時候 都是不停有這些情況發生 但最令她不順氣的事 就是她每天除了完成自己工作之外 她還要幫她同事做她做不完的工作 令她可以準時收工 但我呢,就不可以 我也有跟我上司反應過 她就說要我做完她的工作 一天復一天 所以每天就OT三個小時 本身就回到九點至六點 最後就是每天收九點或者十點的晚上 原來呢,只是因為那個女同事懂得擦鞋 那個上司喜歡她 加上她又只有三個月經驗 所以我要做很多工作了 我反應過就說我很辛苦 有一天我就說我要晚上九點走 她就說可以 但第二天就說我沒有做完這些工作 而且我那天就已經一早跟她說 我第二天回來會再跟她 加上那個女同事 每天上班一定會遲到二十分鐘 而且都不會被人罵 但是呢,我遲了一分鐘 就會被人罵 我覺得很不公平 最後呢,我就問 可不可以Camp OT 然後我上司再高一級的經理就說 如果我上司不Camp OT 我也不可以 但我入職之前 明明的經理口頭就說 確定可以Camp OT 所以最後呢 令我知道原來她是個出耳反耳的人 到最後了 阿經理就說要extend我的試用期 就說我什麼 和同事不合作 做錯一件小事又放大來說 但我不是經常要做女同事的工作 和處理她犯的錯 但她的經理就跟我說 這是你的問題 我跟她說 那天怎麼解釋到她每日遲到是理所光然 她是無言的 當我問到我上司處理問題 是有點不公平的時候 她就是不可能 因為這個經理和我上司 有二十多年朋友的交情 她一定不會這樣對人 但我說不是的時候 她有一口否定 那這個就是我跟她討論 我不應該被extend試用期的結果 但是女同事呢 就什麼都沒有做 反而過了試用期 就令到我非常生氣 最後我決定辭職 七天通知之後就離開了 請問你們覺得我做得正不正確呢 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還是如果是的話 那就是我這一封來信的內容 拍手就不是恆災王外 那一位聽眾做得好 真的要 我看到去你的上司偏心 我心裡已經在想 走掉了 我看到你最後說 你已經辭職了 我很安慰 我最擔心 我看到尾段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 哎呀 難道聽眾說 有沒有什麼建議想商量 但如果這件事已經隔了太久 我擔心好像太冷 或者你繼續在這裡受苦 但原來聽眾最後一段都說 其實他決定了辭職 通知之後就離開了 其實我覺得聽眾完全沒有做錯 其實在職場上很簡單 你跟一個上司 一個Leader 會有他的 你當心腹也好 他的愛將也好 即是職填信掌心萬軟的感覺 他會有他的愛將 他可以很信任這一個人 但他不是偏心一個人 他會知道的是 我將這件事交給這一個人 他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不是這一個人做的事情 是一定適合他 這個是兩件事 所以當你發現你的上司 因為說我的風險管 風險管理其中一部分 我知道這個人處理這類型的事 是會安全的 但不一定代表我是很偏心的事 我覺得去處理這件事是OK的 你這件事我可以回應一下 因為我做這麼久 都很少就是 我不能說自己很好 但我甚少要同事幫我收拾 所以養成了這件事 就是我每一個上司 都跟我說我以下這番說話 啊 墳總 接下來有個大project 不可以有閃失的 其實交給你 是最穩陣的 你搞定它 我最相信就是你的 是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嗯 那你這樣 它是不是相信你呢 其實我覺得它只不過是利用你的 嗯 所以我也是覺得 所謂的心腹和外障呢 就是那些不用怎樣做事 但是都 深受太后重恨那些 才叫做心腹和外障 我聽過墳總那個就是風險管理 我知道我給你不會死 但是不代表他疼你 就是不代表他疼你 是啊 是啊 就是我只是風險管理上 我知道我給你不會死 我反而跟你看法不同 我覺得你那種是心腹 你那種是外障 是啊 但是他對我很興奮的 因為 摘射他不用做事 那些是公公來的 那些是男寵來的 啊 那些是入房 就是外障 就是外障和男寵的分別 是啊 我就是要出去打的 是啊 我只是覺得 我可能會不斷叫你出去打 是啊 我覺得我有個問題 要人解決 你會解決到 但我不一定是會對你好好的 但是我覺得起碼是 要做到一個叫work with的感覺 這個是另一個 到底你怎樣去找一個 你的好上司 就是你去看他是一個好上司 就是如果他本身是對你很興奮的 但是就不斷給你一些難做的事情 你去做的話 那我寧願你覺得我是廢人 所以我有些 就是聽不少個案子就是 有些會專門收藏自己的東西 就是 例如做創作工作 明明我懂得用某些東西 我也不告訴你我懂得用 大王是不是會用AI 不懂的 不懂的 AI我不太太知道 我只懂PS 而且很普通的 是啊 沒有什麼用過AI 那些人一定會這樣說 那很多人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要收回兩手 一定要 但是 其實我看那位聽眾的來信 有幾種感覺是 他的上司 就是 一個西人 我沒辦法 一定是西人 但是 他再高級那個 你說到尾 他說什麼 跟他二十年交情 他一定不是這樣的人 你去到這些時候 你都不是二事論事 你以交情來計 其實沒得搞 死局是沒得擦的 然後 旁邊那個不知道有什麼事 什麼都好 關懷被知 得到他的重行 陰謀論你講 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背景 有時候 那個背景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麼人際關係 進去 有時候都尷尬他 不知道有沒有這些東西 有時候 那變成了 那個感覺上 喂 最大顆那個 跟他對著那個 和他旁邊那個 三個一組 可以搞的嗎 我覺得 三位一體 我覺得最大顆那個 其實都有點不夠 就是很簡單的 譬如 YPR要請人 請做我們的聽眾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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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的上司 大王是經理 然後 然後他跟大王 投訴 不是喔 Sunny很偏心喔 另一女兒 另一女兒大多一點 就很偏心他 大王跟他說 我跟Sunny認識我二十幾年 他一定是這樣 不是 Sunny是這樣的 他一定不 喂 我可以不尊重一下 所以 我跟 我跟Sunny認識我二十幾年 他不會這樣做 這件事情 大王可以在我心裡這樣想 但是他不可以跟你說 是 他跟你說 這傢伙都是智障的 你 你如果商場上 大家的言論都不外乎 那我都 公眾小愛 我知道他分別是很公平公正的人 你可能會這樣說 但是他不會這樣說 我跟他認識二十年 他不是這樣的人 你不會這樣說 你不會這樣說 就是大王灑走了阿姨之後 他自己跟我 自己找我跟我談 我覺得是另一件事 我認識他二十年 一定照著你 這個是私底下的 是的 就是大王走過來認識了二十年 知道你喜歡大波 但是你不要做你這麼明顯 那句話應該是聽眾內信 OK 不要搞事 沒有人投稿給我 是他的狀家法 就是這樣說 是 私底下 他直接跟當事人說 就是一個暗糕 是一個 他不懂得處理上司和下屬的關係 根本 或者他根本就沒有這樣處理 難聽說 根本這裡就是 全部是玩人事的 我明白 有時候 職場怎麼會沒有人事呢 但這個就是完全 只是玩人事的 就是根本我都不浪費時間 去講程序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根本就覺得 那三個人是窮一群群的人 但是聽說 也不知道會不會 今期公司說 我請兩個回來 其實我只想要一個 我想要我自己的心腹 可能是誰誰的細疾 你不知道會不會是這些 那怎樣也好 時間請一個回來 之後就說 一個可以一個不行 那就搞定這件事 你有時候會有很多這些東西 公司上的東西 而且工種上面 那個可替補率太高 我可能只是付出努力 不需要太專業的技能 你不做 我就有很多人做 你不alright 我就彈走你 這件事是一個 很明顯 令到一些欺人 更加欺的一個做法 譬如我自己 職場上工作 都是這樣 欺過這個 十倍都遇過 但是因為你有些技能 或者你手上有王牌 他奈你不何 他炒不了你 他又要靠你 那又怎樣 大家鬥假 有時候又不需要太動氣 一定是會有男寵 或者是有工女在他旁邊 那你是做到事的 我覺得 騎牛搵馬 必然的了 你看到他欺負的 走 但是如果你說 都等開飯的 不是每次拿詞 那你就一直騎牛搵馬 但是我覺得 我記得杜汶走一說 你要走 你要承認住 你不可以在同事 覺得 對啦 新的做事 是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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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走 快點走 你臨走之前 你是要做到一些人 不能說你的 就是說 他走真的很可惜 我覺得你走 你要承認住 這樣走 不過當然如果在阿儀這個案子 我覺得 不是說工種有什麼問題 但是 又真的很普通 就是可能酒店工作 這些比較普通的工作 不做 絕對沒有錯 不是的 如果說承認住走 如果你在那裡 你還在那裡 維持住她的氣 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說 所謂不承認 現在 你玩完了 我不能玩了 走 大把酒店 OK啦 大把酒店 所以你說回到最後 說他做得不OK 那我看幾位都覺得 OK啦 應該是這麼做 做得非常正確 做得非常正確 我反而想知道 到底你離開了這份工作之後 到底後續的發展是怎樣 你會不會可能已經找到一份 比較適合你的地方 去繼續你的事業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非常高興 有什麼可以再投稿給我們 就是開心 不是只投負面的東西 我們說 OK happy 現在投稿過來 大家一起開心一下 OK 那這封來信就是這樣 多謝這位聽眾的來信 先 然後我們讀出下一位聽眾的來信 下一位聽眾的來信就說 YPR的主持聽眾 大家好 我是卓猶N轉仔 Ken 這次投稿的內容 大家可能未必太熟悉 但也希望大家感受到我的傷感和憤怒 他就說他由小五的暑假到大概中五 他都是參加了一個制服團隊 近來就是這個制服團隊的週年大會操 我很久沒有去過了 但在昔日好友的社交媒體看到一些相片 再加上一些有關五四星期禮的報道 就令我回憶在當年一起努力的日子 也都看到一些令我傷心的事多人記起 一向在香港的制服團隊都是進行西式報操 但據了解 十四個參加星期禮的制服團體 最少有七個就是考慮由西式轉做中式報操 有五個的制服團體 就是拒絕轉用中式報操 不詳細說有哪些想著轉哪些不轉 只可以說連隸屬政府都站硬 反而繼承英國三軍的屈服 我之前參加的制服團隊 就是屈服的行列入面 由參加的第一天開始 就會教你報操 參加久了你會經歷日曬雨淋 一班人流過汗水 流到好東西一起弄好一套制服 真的好像一班戰友要打仗一樣 懷疑的就是希望可以贏到報操比賽 令我們一起練習的 為我們留下回憶的 我們所驕傲的 正正就是這種的英式暴操 小人物就已經沒有話事權了 何況我這些已經是很久沒有參加的外人 有機會是因為要拿資助的關係 或者其他原因 令到這些大粒東西都有了不同的決定 無論如何 時間都會令很多事情改變 的確是沒有辦法回到當時的 這個就是我們聽眾 卓遊Engin仔阿Ken的投稿了 加一隻BGM如何回到當時 很不同 兩個情感 又來忘掉錯隊 其實這也是有幾回到我們第一節講的 那些囊就不再詳細講 那時候講了很久 全面赤化 只可以說沒有的 有些回憶就回憶 那你說 在那個團隊 如果看到團隊騙得太金刀神 會不開心的 我不知道這樣比喻對不對 就是可能你看到一些球隊 本身可能是用某種風法 某種戰術 某種風格 某種風格 一直拿到一個叫做不錯的成績 甚至曾經獲得了一些榮耀的 可能轉了後期 完全轉了整個風格 突然間因為可能新的老闆 想用某種風格 或者我不喜歡再打這個球星 不 雖然是兄弟波 我要打球星波 完全轉了一些這樣的風格 好像是指控性 可能這些東西會令到 球迷覺得灰心都不出奇 那他更加是參與其中的 甚至乎你曾經在那個組織裡面 你參加球隊以前 我們全部都是強攻型的 你現在幹嘛弄我們全部人不再強攻呢 終於是歸縮的 還有有赤翻的問題 更加不開心 就是會的 我覺得這個時候 又會有人跳出來 說幹嘛 都會步操不行嗎 不是不行 有時候傳統的東西 就是傳統 你現在跟我說 那個吉祥物用了很多年 很有代表性的 大家看到那個吉祥物 就是代表那個品牌 你跟我說換了 那你情感上是會有損失的 另外就是轉的動機是什麼 戰術我還有一些可以跟你聊一下 超流 偉贏幫沒辦法 譬如你打MMA也是 在武術上 技巧上我們有進化的 有改進的 那你就轉 但是為什麼要由英式轉中式呢 這件事明顯 明顯地是有政治因素在裡面的 我覺得政治因素都有的 另一方面 很老實 我覺得其實如果是 五四運動一八周年 要求用一個中式步操 未嘗不可的 One time ok 畢竟那個是一個 One time ok 中國的一個歷史事件 那是一個 但是我不了解那時候用什麼顏色的 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這個我不了解 如果聽眾有什麼補充資料給我 那我想五四運動的時候 可能沒有特別 應該沒有補充 因為我不懂這些 其實我也是那次 五四運動一八周年 這件事件 我才知道原來 中西式的補充分別是什麼 那這個聽眾真的有什麼補充資料給我 我也是那時候先Google 對我來說 很老實 以前我一直覺得補充 整齊這樣走 是我的概念 原來中西式在擺手和提腳方面 是有藥肝的不同 原來是有這些東西的 但是 我覺得符合這個場合 轉了做中式 是不是完全不行 我是有些保留的 但是很明顯 這次 他們考慮的東西 不是什麼中國的一個 一個值得紀念的事件 或者一個地方文化 就是我會覺得 譬如我們 你當YPR是我的部粗隊先 雖然我們有幾條友 我們去 可能去日本 會用一些日本方面文化的表演 融合他們下去做表演 那是OK的 或者可能一些 歌手來到香港開演唱會 還要講兩個廣東話 一定是不正的 全部都是講粗 但是夠好 這樣 一定是 但是 我覺得這些是一些 因應 一段時間去做的 就是九叔叔 一段時間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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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 你十四個團體 有些是中 有些是鷹 其實很不難猜 其實是很不難猜 還有我覺得 另外一件事 你說其實不改 其實可能也是一件事 就是我這個國 應該說我用這個 可能用這個文化 去到你的地方 為你這件事 作出一個紀念 一個表演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其實都是一種方式 不一定是因為我要去紀念一件中國的事件 我就一定要改換中式 就是我用外訪的一個形式去做的 其實都可以 很多演繹的方法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轉 所以才是大家關心的部分 我覺得 沒有辦法 我們也沒有這麼熟悉這些東西 也都 那件事 你說有時候 可能你怎麼說 你的團隊 如果你說以前你熟悉過的地方 也好 學校也好 什麼也好 如果說是 可能有些令你覺得 不太健康的目的 去強行改了那些傳統 那你說 不開心也沒辦法 這個 所以我每一位聽眾 都深榮這個道理 應該都 所以 記封信也是宣洩一下 那都 好的 如果你說這個環節 可能你說出來舒服一點 那都 希望我可以做這個效果 其實我這個環節 最初都是想有這個效果的 就是想大家做了一件事 只是樹洞而已 很想做到一個樹洞 對 我們自己看數碼暴龍搞到這樣 我們都很膽怯的 我們都很明白的 真的 這件事絕對是 那 不如這樣 我們就 讀出多一封的內訊 因為這本來訊 我都覺得 可能跟我剛才說的 某些內容都有少少關係 所以都可以拿出來聊聊 抗爛啊 抗爛啊 不要緊 那我這位聽眾的來訊 就是講他家裡的事 那這位聽眾就說 首先講一講我的家庭背景 我的媽媽呢 就有憂鬱症的 就出街都不多感的 而她的爸爸呢 曾經因為疾病關係 就在頸裡就有開個洞 就叫做 是做鬼的手術 就勉強講到話 那 但是兩位呢 都是沒辦法工作 就唯有天天都主要留在家裡 那樣的 而她的媽媽呢 房間的對面 就有一個鄰居呢 很喜歡在露台講電話的 那 其實我一早就知道那個鄰居呢 應該都是有些問題那種來的 不過呢 就對生活就不太大影響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什麼理會 但是呢 上年我的爸爸呢 就突然間跳出露台 去吵咬他 就吵了老母的那種 本來我爸爸的那種 就已經有些火爆了 就經常動一些 就拿家人出來吵 那我就沒有什麼 但是呢 她的媽媽就反應大一點 所以她都覺得 很不奇怪 就是會出去吵 那結果呢 就出事了 她就很不爽 就別人說了一句 你不喜歡就搬 結果呢 只要隔壁看到有一些聲音 她就會 開啟燈 然後就拿一部吸塵機 去轟隔壁屋 人家一說話就轟了 問題是呢 那間是她媽媽的房間 所以呢 她一這樣做法呢 她媽媽的情緒就會失控 然後哭 有叫過 就是外偉廷還說 叫過她爸爸不要這樣 就說 她媽媽有病的 你不要這樣 那她就說 她也有病啊 所以呢 就再開大聲 那個吸塵機那些 之後呢 她就說要告隔壁屋 潛建 那外偉廷就說 喂 那我們全棟大廈 都是潛建的 你瘋了嗎 你這樣搞的 待會 要拆掉全部人的露台 那我怎麼住下去 她就說 招土 真招土 這些 那 沒有說話 然後她就說 我不過是騙一些政府人員上來而已 之後呢 再說她吵到我們家而已 她不懂得處理你 不要理我 這樣說 最後呢 我要跪在地上求她 她才不再搞 答應不再出去吵 當然啦 哪有這麼簡單呢 假日呢 她又跳出去繼續吵 又潑水又吵人老母 我發火吵過又有 好聲好氣呢 又勸過的 但是她好像錄音帶那樣不停重複 那是她吵到我們家嘛 那你幹嘛要幫她啊 這樣 主要就會重複這幾句說話 就是我聽眾就說 她是想叫親戚幫忙勸她 她也是這樣 她也是這樣 用這幾句去這樣回她的親戚 結果呢 我聽眾就想叫社工幫她的 她就說呢 我以為聽眾當了她是神經 當然 我也真的當了她是神經 結果呢 就是我叫朋友幫我請了社工 沒理由不去的 變了我去見一見社工 一見了 我才知道原來我自己都有憂鬱症 我聽眾就說 就是本來在母親節那一陣子 就本來想全家開開心心地過一天 但是結果呢 她又跳出去吵人老母了 那旁邊屋就已經害怕了她 就縮在家裡不理她 她就站在露台 吵人家縮頭烏龜 吵足一個小時 結果呢 我聽眾就說她媽媽又哭又吵 而她就進去廁所裡吵我老母 就說她不幫忙吵 就是害怕什麼呢 害怕 結果那一刻呢 我聽眾就說她火氣了 就衝過去吵人家 有衝過去打散旁邊屋 你吵了家裡幹什麼 你不是為這個家 你又 只是想為一口氣 我聽眾就說如果不是她的媽媽 拉著她 她又怕她可能已經 有些姿態衝突去打她爸爸 最後呢 她又說她媽媽也忍不住 就說你要我幫你嘛 然後她爸爸就出去一起 罵旁邊屋 最後她爸爸也是不滿意 繼續露台罵人 之後她回來了 出去放狗之後就裝沒事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我聽眾就說她擔心會繼續惡化下去 她就說下次就會怎樣呢 真的不知道 她說她現在已經不想理她 吵不吵了 她現在只怕她媽媽會不會 心理上再有什麼不好的事 但是我記得我的聽眾 投言稿給我之後 也有說 之後再尋求了一些社工服務 好像都說會帶到家人去 見一件社工的 她也說 希望這件事之後會 向到好的方向發展 當然 老實說 講封信我們 固然 我們沒有很實際的事可以幫到我的聽眾 不知道她說是 我回到聽眾都說 有什麼真是當我是樹洞 你真的想跟別人說的就是有愛的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幫她 但我就這樣看這個形容 其實我覺得爸爸也有需要去做這個治療 如果真的的話 其實一家三口都應該要去做家庭治療 因為其實她現在就說 因為旁邊的屋子有些聲音 所以爸爸就會去跟別人吵 其實是聲音引發到她的一些反應 本身只是一個表徵 現在我們其實不知道她抵擂 在治療角度 我們不知道抵擂爸爸本身是什麼 引發到她 產生這些行為 你一定是有個情緒 有個行為 有個想法 你才會做連串這些事情 是不是所謂有個爆發點的原理 我們自己做治療 我們是CBT 有個情緒 有個想法 有個行為 爸爸有這些行為 他那個聲音只是引發她的表徵 但其實我們在Dip Down裡面 其實有些什麼令到她 為什麼要這麼濃躁呢 其實爸爸是不是有些躁鬱的精神問題呢 其實這件事本身是很需要 透過治療師去跟她了解一下 加上媽媽有抑鬱 聽眾見完社工都說她會有抑鬱 所以其實我想目前應該一家三口 都要去見一見治療師 看看家庭治療師到底能不能幫到她們 福利方面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幫她 要靠社工那邊才可以幫到她 當然 我剛才說 我記得 我在聽眾說之後 好像有說 約到社工 好像真的會帶家人去見一見 其實如果帶到爸爸她是最好的 希望 我們怎樣也希望這件事 絕對會向好的方面去發展 因為投稿 有時候大家明白 來到始終都會有我們 投稿和讀出來信的時差 這個大家絕對明白 我的節目至少是上週就是 老實說 我們 我剛才投稿和聽眾都明白 我們 不是說 一投稿給我們就能夠解決問題 但有時候我都明白 這個環節最初就是 大家生活有多少壓力 也好 怎麼都想說 這裏是一個樹洞 我希望聽眾說一件事出來 會舒服一點 我最希望是這樣 我們可以做事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感受到她那種慘況 因為家人有這些問題發生 而且你逃離不了那個環境 我們說最慘的是 人在情境中 你逃離不了 那個問題 如果一直都解決不了的話 其實你自己都會瘋 所以現在我們都 雖然隔了很久了 隔了少許時間 也希望她可以尋求主業的協助 一家人真的度過了這個難關 我想如果帶到家人去接受一些輔導 或者治療 有些顧問給到一些意見 他們是很好 因為特別 其實你最難是怎樣第一次帶到他們去 這個真的最難 因為好像他裡面 他提到他爸爸覺得 你找個社工來看見我幹什麼 你當我瘋了 我沒有問題 你當我瘋了 他要過到這個慣喉 才會大家很多時候覺得 要接受心理輔導 是不是我心理有問題 就是精神病 一來就精神病 其實任何人都會的 如果有人不斷叫你 你不如去看醫生 你不如去看醫生 是不是我的問題 人的保護機制 就是說我有問題 所以要我去做某些事情 你可能會選擇叫一個 你不如吃藥 其實可能說 你有哪方面需要 你不如近一點吃藥 有時候都會 有一樣東西令到 你不斷說 你不斷說我的問題 應該有 但如果你說 就要慢慢認清到的事情 其實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也覺得聽眾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我覺得尋求協助這件事 本身一定沒有錯 我看見他也有親戚幫忙 那這就是因為 也希望你叫親戚 或者爸爸信任的人 一齊去勸他一齊去做家庭治療 或者做一些可能我覺得也有精神科的治療有需要 所以就希望能哄爸爸去 那就最好了一齊做治療 希望可以解決到問題 我們幾個是絕對很希望 而是可以向一個好的方案發展 是的 還有希望聽眾能夠 即是既然有一個你那次見到社工 他都點出了其實你可能都有少許情緒方面的問題 聽眾不妨可以跟你身邊的朋友 甚至是當我們去樹洞跟我們說多些 因為我們都很希望你除了去關心你家人之外 都關心自己 有時候很容易自己掛念身邊的人 然後忽略了自己 希望聽眾自己都能夠 take care 自己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聽眾和信環節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各位聽眾記住有什麼想說想說 都可以投稿給我們 那我們這節到這裡 差不多了 今天的老領都說非常豐富 我們稍後回來會有第三節的節目 第三節呢 也有不少聽眾 期待聽到新一集的戀愛超級 我們再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第三節再見 2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